香港创科以及高等教育界代表15号出席座谈会 探讨香港创科产业发展方向 以及香港在国家建设科技强国中的角色定位 建设科技强国与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座谈会 15号在香港科学院举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院士联盟主席叶玉如 副主席滕景光 以及多名本地创科及高等教育界代表出席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在致辞中表示 香港具有强大的基础科研及创新能力 未来要进一步巩固优势 争取在前沿研究实现更大突破 我们将会博出60医员 基础大学和科研机构协力生命健康科技研究院 另外也会推行30医员前沿科技研究机缘之后 香港基础科研实力雄厚 我们绝对有条件成为前沿科技的全球研发中心 以及测原地 诸力国家成为世界重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座谈会还邀请到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 做主题分享 他表示国家政治力建设科技强国 香港具有独特优势 可以在基础研究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同时也要推动创科产业化发展 为促进本地大学科研转换 特区政府已经在去年推出100亿港元的产学研一加计划 并预告将在今年之内 再推出100亿港元的新型工业加速计划 为创科企业在港兴建的智能生产设施 提供配对资助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